奥运会上一跳成名 大陆14岁跳水小将全红蝉 人红是非多 他的绰号性格在他夺冠当天 竟然就被杭州一家网络公司抢先注册 虽然他们随后声明 不会将性格商标 用于商业行为 未来也会转让给全红蝉本人 但已经引发批评 大陆影音平台抖音和快手都出手 封禁借着东奥运动员名气 蹭流量恶意炒作和行销牟利的 网红与营销号 大陆网信办还发文支持平台的政策 这一次许多大陆选手表现亮眼 成了网红蹭流量的目标 全红蝉更是风暴中心 他的老家从早到晚人山人海 网红直播主蹭热度 打卡直播穿流不行 简直让他的家人不堪其扰 或不担心 德国奥会主席竟然也拿他开刀 德国这次奥运成绩 创两德统一以来最差 他反指向全红蝉的年纪 从小就要残忍训练 大陆培育幼童参赛有问题 不过外界认为他只是在转移焦点 毕竟德国在滑板项目 也派出了14岁的小将参赛 只是苦了全红蝉 躺着也中墙 记者叶伟林予以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